值得这样子的善 而衍生出这样子的功德的 要知道我们这个功德 不是只有在国堂才能够行动力的 我们对每一个前嫌说的好话 做的好事都是功德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都是可以行到的 我们要好好的去做一个发挥 但是但是后学还是要提醒各位前嫌 我们在做功德的实行的这一件事情当中 不要去执着 你如果执着了 你就可能会这个功过消敌而导致没有功德 这就是所谓的功德项了 你如果到处跟人家说我做了好事了 这个骄傲自满的这一个心性 就会把你的这个功德给抵消 是非常的可惜 所以说你在佛堂做了多少事 不是说出来了才有功德 是你做了就有了 不用说好不用说放在心里就可以了 好大家知道好我们在去做功德三世的时候 就像是您在在您的手中当中去做一个交替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除了我们是在左手的花加到的交棒到自己的右手 就好像是你跟你自己再去做一个接力的交棒 你把这个好的这一个棒子交了出去 你的另外一只手再把这个棒子给交了回来 那是不是这个棒子一直都在自己的手里呀 那可见我们这个三师你这样子的布施出去 到最后还是会回飞到自己的身上的哦 好 那我们还是要记得我们除了有三师之外 还有心师 唸师要说好话 唸师要说好话 声师要就是做好事好 这个各位先生要记得 好那我们最后最后呢就可以来听这个 这一首善歌 好作为我们今天课程的一个结尾了 好那后学先重新分享一下画面 大家听得见吗 没有声音 是没有声音的吗 好后学这边再重新分享一下 是否清醒 会是正在这里 静静的等待着你 心中充满犹豫的你 是否听清 会是的声音 正静静的呼唤着你 每当你感到沮丧就快要放弃 请想想当初的大远离 每当我四处奔波就担心 每当我四处奔波就愈迷 爱途可愿的让扛弃 每当你就快要失去了动力 别忘卫是还在这里 天真 善良的你 可不可以 别忘记 慢慢有星星的你 是风寂静 那善良的心 根本藏在那里 花下大圆里的你 是风尖心 请不要忘记 今天的星星 我希望海途拥有天地的依脸 永远都不放弃 希望你成心 记忆的炫耀道理 永远不再是你 每当你感到沮丧 就快要放弃 去想象当初的大圆里 每当我四处奔破旧与命 爱不可原则任当心 每当你感到沮丧 就快要放弃 请想象当初的大圆里 每当你感到沮丧 就快要放弃 每当我四处奔破旧与命 爱不可原则任当心 每当你就快要 失去的动力 每晚为时还在这里 天真 善良的你 可不可以 别忘记 这边最后呢 后学啊 要感谢各位浅嫌给后学这个机会 那如果在过程之中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或者是过失的地方 恳请上天慈悲赦罪 也请各位浅嫌就是多多包涵 那以上呢 是后学针对这个功德银行的选读 有一些浅见跟想法 跟各位浅嫌做分享 最后呢 是希望您能够为自己 天真又善良的你自己去累积自己的功德 和付足自己的银行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 这个共产访传我们这个道物红展 然后更加法体充满 感谢各位浅嫌慈悲 谢谢 后学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 恩你 是 你是 他们每一次都与用 很肯定 大家晚安 今天冰的般 线上教育 感谢我们的巧如将识帶 跟我們分享了這個功德銀行 當然在講 跟我們分享季工老師 跟我們支援的功德銀行 當然在我們都知道 在銀行當中 當然就有存者 但在存者的當中 其實我們人生當中 有很多本存者 就好像我們花朗銀行也有存者 油企也有存者 還是第一銀行也有存者 融會也有存者 但是那些都是存有型財務的存者 但是我們人生當中 就好像上次那個 每次講師也跟我們分享 人生當中也有健康存者 也有生命存者 也有功德存者 當然是有型的錢財的存者 大家應該都有了 或許就不講了 那麼在生命健康存者當中 因為現在的人都比較注重健康 所以會時常去醫院做一下健康檢查 當你的存者亮紅燈的話 你就需要注意自己的身體 那在我們生命當中的生命存者 因為生命存者當中 每一個人存的都不一樣 每一個人存的都不一樣 那有一些錢人大德 可以在生命存存當中 可以存一點 存那個年紀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 聽到前輩者說 去找下面師算命 他說這個人應該差不多35歲 還是40幾歲 就已經不在了 他怎麼現在還在 很多原因去造成的 但是大部分的人 在生命存者當中 當你的生命存者已經領完了 你可能就歸空了 所以生命存者每一個人存的 每一個人存的 連時間都不一樣 那當我們求到了當下 我們求到的功德會就是200塊 另一個說法就是 把我們的200塊拿去開一個功德存者 那功德存者當中 當然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公德銀行它有三種功能 第一就是存款 第二就是提款 第三就是貸款 大部分都差不多有這三種功能 那我們在修辦道的當中 剛才的講師跟我們分享 你要如何去存款 你要如何去存款 就是財、法、無畏施 財、施、法、施、無畏施 你要三施並行 才能夠存款 所以過去 我們師母老大人跟我們分享 如果你每一日花兩個小時 來修辦道 可能保證我們一定會成道 所以我們有沒有天天在存款 我們有沒有天天在存款 當然存款 不離 不離老師跟我們說的 三不離嘛 不離三知識 不離佛堂 不離經典 如果我們沒有出去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花時間 在研究經典上面 那也是存款 如果我們有時間 有班次的話 我們有沒有來入班 那也是存款 所以存款的光滑 當然是很多 但是就是不離佛堂 不離三知識 不離經典嘛 遇到我們的兄弟姐妹 我們有沒有去承錢她 有沒有度她來求到 這都是存款 但是如果是借款呢 借款就是 好像剛才講說的 我們雖然在修辦道 但是我們的脾氣毛病有沒有改 你花一次脾氣 你就在提款 當你有一點不如意 無名來的時候 你也是在提款 所以呢 存款提款當中呢 我們要去拿捏很好 但是呢 當我們 有時候呢 業障來了 業力來了 業障找上了 業力找上了 我們存款不足 我們存款不足 要怎麼辦 當然就是要貸款嘛 所以在修辦道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要機公的 機公雷德 就是在存款 機公雷德是在存款 當我們的脾氣毛病 也是要修改 那也是可以存款 所以在存款 提款 貸款 當中呢 我們真的是要去 自己去拿捏 自己去認真的體悟 到底你是在存款 還是在提款 這是因為個人的體悟不同 所謂認知也不同 雖然有的人說 時常在道場當中 但是有時候 你在提款 提款存款的當下 你要很清楚 就好像我們去入班 我今天有班 我來入班 當然是存 有在存款 但是在你聽 你入班的當下 你是在打課稅呢 還是心不在念 那就是在提款 所以我們有時候呢 存了一款款 存了一點點的存款 不要把它都領光了 不要把它都提光了 當有業力來了 業障早上了 再來貸款 就有一點 有一點不足的地方 所以公德銀行呢 其實跟 跟我們修辦道當中 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所以 或許就簡單 包括到這裡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請點贊師 跟我們慈悲一下 好了 好,謝謝大家 各位領任 副領任 組長 以及各位全選大哥 大家安安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 巧如講師 主持人來跟我們說 功德銀行 那當然 以修辦來講 各位有了解 功德銀行的存款 當然是最重要的 天上沒有功德的聖賢鮮火 那我們從台南到台北 要去到台北也要有資源 所以 我們要回到武器禮天 當然也需要所謂的功德場 因為 我們 不只說 我們 白養修士 需要 基功雷德之外 在以往的聖賢先佛 他們也是一樣 現在也是一樣 未來也是一樣 所以今天 我們巧如講師 非常的慈悲 也非常的用心 那麼 來跟各位全選慈悲的 非常細膩 你當主可 來成全自己 也是成全他 成全自己 也是功德 你捨掉你 你改掉你的脾氣毛病 也是功德 成全別人也是功德 不是說幫助別人才是功德 其實 我們能夠改變自己也是一個功德 因為我們這一次是浮費雙修 因為我們要了脫生子 我們不是說 我這世人 修修的 修福 後世人來修 不是 而我們能夠得到修道 能夠落葉歸根 這個才是我們修道的宗旨 過去 歷代的祖書 他們修辦 也是為了了脫生事 我們這一次 能夠在 大道福度 天然使得之下 我們說 先來求了這一個道 那我們也要記制 我們要記制 我們先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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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我們要怎麼來 生修 好 好 我們修祠 他也跟我們非常細膩的分解到新念延伸 也就是這一個三葉 這個三葉要怎麼把它變成一種的 三億葉是十億葉 三葉是十億葉 我們要怎麼在十億葉裡面 定位了到十千葉就是新靠義 我們慢慢去做一個改變 去美去改變 當然是如隱身言如理不變 為了成就我們自己的內德 當然我們就是要盡言盛行 把那個負面等能夠減到最低 到最後把它究竟圓滿 所以說起來我們也做到研究道理 修行貪圖 這樣有勝賢先佛的真理負義 我們慢慢可以解決我們的地費 它可以達到福費雙修 那麼當然在內修裡面 我們才剛才有說 因為現在是大道普渡 剛才上天有空渡 我們也有土人辦 我們來想到弘洋棋 弘洋棋因為沒有大道普渡 都一樣在弘洋棋 在蘇魯在那裡 所以說在當時沒有土人辦 你說我要去土人 土人說這個最好最大 但是我們那時候 要怎麼去土人 因為沒有工土 不然土人要哪有土人辦 所以說天文書記 他這個末節蓮 天使緊急燃眉自己 上天港這個桌 讓我們折了 那麼我們折到之後 拿到這張車票 當然要折車去 要折車 要折車 不能達到終點 別人說車票 拿到 我們沒有去折車 沒有內外雙修 我們當然無法折到圓滿 所以說 我們就是要有辦得 那麼辦得 在白洋的大舞台 其實 我們要他 來做這個大舞台 裡面 的任何一個成員 因為剛才剛才說 很像是 我們建功地德的機會 只要你想要就有 不管你在裡面 在裡面是 是工廠 還是服務人員 還是 牽手 還是 種種 這都是建議功德 的現場非常的殊勝 今天沒有因為 你今天說 我今天去日本 我今天去學校 我今天去洗菜 沒有因為這樣 來影響你成就 我的 這個 陰緣 上天看的就是 我們的性心 所以說 洗菜 也是一個 神功療癌 這個 的 非常殊勝 只要 在三朝 輔助當中 所有一切 辦得 國事 都是你成就的陰緣 沒有所謂的 什麼 比較高級跟低級 絕對沒有 所以 我們能夠建立功德 當然 我們要把握集會 把握集會 能夠 在我們修辦當中 就像 講師 人才 服務 那 在 這一種 修指的運作 那 在這當中 也都是我們成就的陰緣 也是我們學習了願的機會 對啊 所以說 今天 我們 教徒講師 非常的感恩 講得也非常的清楚 也希望 我們謹記在心 來成就我們 修辦當中 的 座右營 隨時 都能夠 引以 來 作為我們修道的 這一種 努力 還有一個目標 希望 大家都能夠 來成就 那 非常的感恩 後續不再耽誤 時間 因為我們 下來 接著就是要送經 後續在這裡 感恩 我們修讀講師 感謝各位 淺顯大德 共同的 扶持 在這個 一年契會裡面 感謝 天人師的 最後祝福大家 身體健康 那我們到務 我們早安 那圓滿 為感恩 好 感謝 天人師的 慈悲 那我們現在 一起 大眾請起立 江湖 吉拉姆 行山幾公里 全道玉幾公 再幾公 三幾公 感謝 天人師慈悲幾公 感謝 蔣師慈悲幾公 坤道玉幾公 再幾公 三幾公 感謝 天人師慈悲幾公 感謝 蔣師慈悲幾公 好 大家晚安 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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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